最主要是因為小孩子他本身也有悔意 那小孩子家境也不是很好 那我覺得我本來就是一個弱勢者 我說我成長的過程是弱勢者 但是我現在成功了 我是強勢者 當我成為強勢者的時候 我要去幫助年輕跟我遭受同樣的焦慮的人 所以我不對他提出告訴 我要幫助他好好的求學 可是他剛剛居然跟我說 會長你的好意心靈 可是我已經沒有在退步的空間了 我說糟糕你的成績都這麼不好 要加油 所以他說他成績功課也不好 那我希望藉由這個事件 請他收斂一下 好好的去用功去求學 以後做一些對社會上有意義的事 而不是說承認自己是後面幾年 就永遠一輩子都要後面幾年 然後整天把時間都花在批評別人上面 好那祝福台南一中 因為我是台南一中的校友 我要維持這個學校的聲譽 我也希望網路戰爭就到此停止